来 先生小姐我们这边请 有可能会出现断头或违约危机 因为它的一个时间相对是比较急促 那我们会认为一定会有一些投资者 他可能应变不及 所以就会发生这种违约的状况 那甚至于断头 可能会有两到三成以上的一个比例 央行出手打炒房 以自然人来说 第三户以上最多只能贷款六成 还没有宽欠期 政策来得太突然 就怕部分交易会出现断头危机 第一线的房仲业者也观察到 目前在洽谈买房的买家 犹豫度会有所提升 洽谈中的物件或者是说 像在客人的犹豫度会很高 就是觉得说 这样会不会对他们来讲 有什么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可能就是 整个影响的程度 我觉得会到明年第一季 会比较有明显的变化 央行打炒房政策 冲击力不容小觑 预估2021年第一季 房价恐怕有所波动 或许也是减便宜的好时机 三水平由张海陈佑荣 特别报道